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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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这个Thomas Hobbes 这个Thomas霍布斯这样 他是第一个证明英文可以用来写哲学的一位哲学家这样 大家之前 哲學主要都是拉丁文的 主要用拉丁文在撰寫 那從霍布斯那個時代開始 以降各個不同的民族國家的 哲學家就開始用自己的語言 想要寫自己的語言的哲學 那霍布斯大概是用英文 撰寫哲學是第一個 最偉大成功的一個人物 他證明了英文是可以用來寫哲學 那他的整個知識體系 非常非常精彩 他事實上是一個和迪卡爾和紐頓 在對話的一個人物 他不只是一個政治學者而已 他在數學 在物理學 都有非常傑出的貢獻和見解 他一直認為迪卡爾 大家認為迪卡爾好像是這個 現代哲學方法的最重要的創機者 可是這個 事實上那個時候大概有三個人 在跟迪卡爾的競爭 那霍布斯自認為自己比迪卡爾更早提出 他自己的這個 關於這個 怎麼面對懷疑主義的卓越見解 所以他是比迪卡爾更 更早提出迪卡爾式的這個 說法和論述的人 那最後我們當然成名的是迪卡爾 那霍布斯在這個 純粹哲學上和在物理學上的貢獻 我們就比較少提到 那他甚至在物理學上 他是第一個提出 光的本質是物質 粒子的振動 就光到底是波動還是粒子 事實上就是真倫不修這樣 那量子力學後來就非常在 主要的處理這件事情這樣 甚至後來激進到處理 你知道當代量子力學會認為說 所有的事物都是波動和粒子 同時有他的面向這樣 所以這個桌子 他同時是波動也是粒子這樣 那他如果是波動的話 這個桌子他的存在的模式 就是不只在這裡 而是涵蓋在整個這個礁式這樣 因為波動是一個這個 震動的一個現象這樣 那霍布斯他 他那時候的主要見解釋 一切的光式上 沒有所謂的波動這件事情 一切都是基本粒子的震動這樣 那這個我們沒有辦法提到很多 但是這個會跟他對於這個 人的見解是有關係的 跟人的見解是有關係 那我們代表的話才會稍微提到這樣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霍布斯前大概兩三百年 到底歐洲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要了解霍布斯 我們必須要了解他這個非常豐富的這個 他前一兩百年發生了這個 整個歐洲這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動 我們才比較能夠去了解霍布斯 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可以也比較了解 這個為什麼霍布斯會被認為是這個 現代哲學的基本上的一個奠基者 尤其是在政治哲學方面 那大家可以看這個年表 這個年表 他大約的時間是從1350年到1650年的 300年的時間 那他最重要的一段時間 事實上是1450到1550這一段 所謂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 一切的變動都在這個時候 開始要激烈的出現 那在1450年前 之前是一個準備 那這個準備大家可以看到 在1340年的時候 那時候歐洲還面臨黑死病的一個危機 這樣 在十年之內歐洲大概死了 這個一半的人口 那有些地方他還剩下 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口這樣 那你看14世紀後半夜的時間 都還有這個白年戰爭這樣 可是到第15世紀的時候 這個歐洲的經濟開始復甦 那這個 尤其是義大利的這個商業 開始變得非常非常的這個 聚集財富 一個非常有效的一種活動 所以事實上商業活動開始成為 這個歐洲各地方的這個 商人賺錢的一個主要來源 所以商人階級開始崛起 那當然土地貴族 貴族是擁有土地 貴族的主要職業是打仗 和這個擁有土地 把土地租給這個農民這樣 那貴族事實上也在 這段變動的時間裡面 介入了這個商業的活動裡面 貴族原則上是禁止 直接從事商業的 可是貴族會把自己的 這個土地的利用方式做變更 原本可能只是種笑脈 那現在大家都發現 比如說養羊是最有錢 是最容易賺錢的 因為羊毛他能夠換取的 綠根很大這樣 所以很多土地貴族 開始把他的土地變更 是在這個養羊這樣 那當然就發生了 大家熟悉的這個圈地運動 就開始在這段時間 開始變得非常的嚴重 那圈地運動的一個 很著名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養吃人 是一個養吃人的一個時代 就是所有原本靠著這個 這個種田的那些農夫 都忽然變得不需要了 因為養羊非常的節省人力 那土地貴族們就開始這個 也想利用這個商業的這個崛起 這個從事這個商業利益的禁足這樣 好 但是那個時候事實上 最關鍵的一個大變動 是一個政治上的一個變動 那政治上在這段時間 大概是從這個1450年開始到1550年 一直到1640年 他是一個我們當代所熟悉的這個 現代國家領土國家主權國家 開始第一次在歷史上登場的時代 即使在這個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這個 威尼斯和佛羅倫斯 這些所謂的城邦國家 他們都還不是現代意義的領土國家 和主權國家這樣 大家知道城邦國家像雅典 像那個時候的佛羅倫斯 他們的支配方式 沒有很清楚的一個土地的界線 他們最有強有力的支配的領域 可能就是他們的這個城鎮內部的主要範圍 那城鎮外部的很多這個領土啊 草原啊或是農地啊 他們的支配事實上是慢慢慢慢減弱的 他比如就像是一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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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說 就他的支配勢力是由中央到這個地方 而且到邊緣是慢慢慢慢減弱的這樣 這是傳統的這個支配方式這樣 而到了主權領土國家出現之後啊 會開始出現非常清楚的一塊領土 那這塊領土原則上啊 政治權利是平均分配的 所有的人 所有的case 只要在柯仁領土上 就受這個法律管轄 然後就受這個 尤其是軍王的這個 這個所有權利的這個管轄這樣 那這樣一個 而且軍王開始去 可能自己擁有的權利 是一個主權者的這個權利這樣 這樣一種主權的領土的 現代國家的一個想法和一個模式 是在這段時間開始慢慢慢慢出現的 那中間的主要的一個主角 當然就是這些這個軍王們 軍王他們在這個封建時期 原本就只是所謂的封建軍王 那封建軍王他也是封建領主之一 他只是所有的封建領主中 最大的那個封建領主 然後下面有中領主 小領主 這個小小領主這樣 然後在封建時期的秩序 基本上是這個領主之間是 就是靠著私人契約 再維持一個基本的政治秩序這樣 就是說 我願意效忠你這個大領主 那你這個大領主就會 保護我這個小領主這樣 那農人也是一樣 農人願意幫你耕鐵 然後這個 繳農作物給你 那你也願意去保護我這個農人這樣 那這個關係是私人的 就是說 我這個領主 跟哪一個領主簽約 是我們個人的一個簽約模式這樣 他並不是一個公共的一個 集體分項的一種約定這樣 這是封建秩序的一個主要模式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的這個封建軍王 他只是所有領主之間裡面 那個最大的那個軍王這樣 那也許某個中小領主 面臨這個困難危機的時候 他會號召這個所有的這個 其他的中小領主去幫助他 他大概就是做這樣的一個角色這樣 不過當然在封建時期 這些領主之間的競爭已經開始非常激烈 這個小領主當然想變成大領主 那大領主當然更想去鞏固 擴充自己的這個勢力這樣 所以一直以來 這個領主之間的這個競爭 都是存在的 可是在這段時期啊 有一個今天動地的變化 就是這個火藥的開始的出現這樣 那火藥的出現實際上 在人類歷史中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可是他並不常拿來用作軍事用途 他常常是這個慶典 或者是小孩子的這個遊戲之間的這個用途這樣 可是在那個時候 因為這個領主之間的這個激烈競爭啊 他們開始發現火藥非常的有效 所以這些大領主 尤其是這些君主的這個封建領主 他們比較有錢 那比較有錢的話 你就可以有能力去購買火藥 那火藥是非常昂貴的 所以火藥的出現導致了大領主可以越來越大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看火藥他基本上是幫助原本的封建軍王 變得更有權力 那到底火藥的這個效果在那個時候是長什麼樣 大家可以看齁 大概1449年的時候啊 那時候的查理斯七世 他可以在一年之內 打六十場的這個工程的戰爭 而且都打贏 你知道在大概十四世紀之前啊 領主之間互相打仗 大家會躲在這個城堡裡面 那你可能打半年打一年 都無法把他從那個城堡裡面揪出來 因為人很難去這個 攻克那個兼顧的這個城堡 所以他只要有足夠的存量啊 那一場戰爭都打非常非常久這樣 半年一年這樣 可是因為火藥的出現啊 那時候的軍王啊 他可以在一年之間打六十場 這個非常快速的這個微塵戰爭這樣 就是那個時候的炮彈 就是可以開始用火藥去推動那個炮彈 然後炮彈可以很有效的把這個城堡擊掛這樣 然後這是你看一次四九年發生的事情 然後他在一五二五年 這個帕爾比亞戰役 西班牙的這個 拿著茅舍槍的這個步兵啊 他們跟這個法國那時候非常有名的 這個機兵隊對抗啊 在一天之間啊 這個法國的機兵隊死了八千人 然後那個步兵 拿著這個茅舍槍的這些步兵 他們只死了七百人這樣 所以那個火藥決定性的 引起了這個戰爭 這個非常激烈的模式的這個改變這樣 那有錢的這些這個 過去的封建君主 他們就開始發現他們可以 可以利用這個火藥非常有效的去擴張自己的 這個政治的支配勢力這樣 所以這個火藥很有效的幫助這些封建君主 去成為一個邁向我們 他將要成為的這個 這個主權國家的這個君主的這個 最有效的一個工具這樣 那那個時候 後來歷史學家就是說 那個時候的一個狀況就是 war makes the state state makes the war這樣 就是說 這些原本的封建君主們 他們利用戰爭 來去鞏固他們要鞏固的這個 行政權的這個集中化 那他們一方面呢 這個戰爭幫助他們建立他們的國家 他們的國家勢力越強之後啊 他們越容易動用戰爭這樣 所以戰爭和國家 事實上彼此之間是不斷的這個 在這個 互相去make對方的這個鞏固 鞏固的這個穩定的這個 這個形勢這樣 那火藥當然很激烈的改變了這個 君王的這個勢力這樣 然後君王開始一一的這個 吞滅了這個 他底下的這個中小領主 那這些中小領主 他們後來的這個策略就變成是說 好吧 那如果說 我擁有這個私人武力 會讓你這個君王忌憚的話 那我可以投靠你這個君王 成為你君王手下的這個軍官 或是手下的office這樣 所以傳統的這個 這個中小的封建領主 他們慢慢放棄了私人武力 可是他們轉型成為 他們還是擁有領土 可是讓他們成為這個 國王底下的這個office 所以這個整個過程 也有包括這個國王 他們開始去建立所謂的這個 現代這個國家需要的一些基本的配備 比如說 比如說國王開始需要自己的這個bureaucracy 也得是有效率的bureaucracy 他原本在各地方 要執行這個法律的仲裁的時候 他可能都需要地方上的鄉生啊 地方上的小貴族 而現在這君王可以開始直接指派自己君王的人馬 下去地方去裁決司法判決這樣 所以君王開始去鞏固自己的這個行政權這樣 那也包括這個征稅 在這個封建時期的時候 這個君王能夠征的稅是很有限的 君王被認為說你要靠自己的能力養活自己 你不能夠跟人民隨便征稅這樣 所以君王跟人民征稅頂多只能夠 多半只能夠靠著這個間接稅去征稅 境內稅就是交易稅啊 商業的稅等等這樣 或是一些特別的這個 研啊等等的這個稅收這樣 可是在這個時期啊 君王開始發展出了一個新的一種征稅模式 就是直接征稅 直接對人民征他們的這個 這個一般的這個日常的這個 這個各種收入的這個稅這樣 可是這個新的征稅方式 當然引起了非常多的這個 這個恐慌和抱怨這樣 就是你這個新的征稅手法 你身上破壞了人們的傳統 你才擁有的這個傳統的權利 傳統的權利是說 你這個君王給我多少保護 我就給你多少效忠 可是並沒有包括 我必須要繳稅收給你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的歐洲君王普遍的模式 他們為了要征稅啊 他們都必須要透過一個間接的 一個代表的機制在征稅 那那個時候的幾乎所有的這個 法國 英國 西班牙 主要崛起的這個主權國家這樣 他們事實上 對 英國 法國 西班牙 他們事實上都必須要透過這個 間接的代表征稅 那這些間接的代表 當然就是很多都是傳統的這個貴族 那也有新興的這個 新興城鎮的這個有錢的商人 那當然還有這個傳統的這個 這個教會的這個勢力這樣 所以教會 貴族和新興商人 就成為一個中間階級 中間的這個代表性的這個階級 那國王必須要透過他們的同意 才能夠跟人民征稅這樣 那當然這也引發了非常多 後來這個政治上的主要衝突這樣 就國王想征稅 想要直接征稅 那直接征稅的墨魚通常都是為了要打仗 那時候國王有非常多的動機要打仗 有包括宗教的動機 也有包括一個這個自保的這個動機這樣 那當然這個貴族或者是這個 中間的這些代表階層的人 他們不太願意隨便讓國王征稅 那國王必須要召喚他們 才能夠征稅之後 實際上也鞏固了他們自己的這個勢力這樣 所以這些貴族和國王 就產生一種新的一種衝突模式 是說 雖然我已經不像傳統的風景貴族 這樣用城堡來保護我自己 可是你必須要征稅的話 你要透過我 所以我就開始有能力去對抗你這樣 這也是一個這個主權領主教 他興起過程中的出現的一個狀況這樣 就是國王開始要去建立起現在的這個行政權 那當然還有包括這個在正兵上面這樣 那在正兵上面一般來說 軍王 封建軍王是擁有這個 決定要不要打仗的這個權利 這一直都是軍王的這個權利這樣 那他決定要不要打仗軍王 要不要打仗這件事情 當然是要評估說自己的這個 王土內的這個土地和人民有沒有受到威脅 那一旦他要決定要打仗之後 他能不能夠對人民爭兵爭稅 這件事情就很有爭議這樣 那這段時間也是開始這個 軍王開始不斷的去強化自己能夠去 透過爭到更多的稅 因此可以買到更多的兵員 去成立自己的一個長輩的一個軍隊的一個過程這樣 在傳統的過程當中 在傳統的這個封建時代 各個私人領主都有自己的這個軍事武力 可是慢慢的主權國家出現之後 國王要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個長輩 屬於自己的軍事武力 我不再需要靠其他的中小貴族在危機的時候 召集他們來幫助我去打仗這樣 我可以有自己平常花錢去訓練和僱用的長輩軍隊這樣 那原則上我也不希望我底下的任何的子民和領主 有自己的私人武力 所以軍事財稅上面 國王也不斷在鞏固自己的這個權力這樣 所以你可以想些那個時候這個 這個崛起的新興的這個主權國家的主權 訓稱自己 就是慢慢要去成為主權這個國家的軍王 這些軍王 他底下的這個規矩有非常多的這個競爭和鬥爭這樣 那這個時候他們的競爭和鬥爭 這個出現了一個新的面向 也在這個時候出現 就是這個宗教改革 所以大家看到1517年是馬力路德 他頒布他的95點的這個 新教改革的這個宣宴這樣 那1564年這個卡文時代這個日內瓦 那這兩個都是那時候這個 新教改革非常重要的這個領袖人物這樣 那新教的出現當然最原初是一個 對羅馬教廷的這個腐敗一個煩動 可是他事實上在教義本身也非常的煽動人心這樣 所以很多的平民和很多的貴族 他們就真的皈依了這個新教這樣 那新教與這個原本傳統天主教卷 開始出現非常強大的一個鴻溝 彼此不承認對方的這個祈禱文 對方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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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教會的這個模式 對方的這個不管是你出生要禱告講的話 或是你死前要禱告講的話 他們都有完全不同的這個爭議這樣 或是你每個禮拜天聚會 大家要祈禱的話 也都有完全不同的這個爭議這樣 那這爭議也非常非常的激烈這樣 那這個爭議後來就是沿著我們剛才說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主權這個主權國家的這個 新興軍王和他的貴族之間的衝突就展開了 常常我們可以看到想要不斷的集權的那個軍王 或是大貴族大靈族 他信仰某一個宗教 那他底下的可能中小貴族或人民 又信仰另外一個宗教 不是不同的宗教我說錯了 是基督教新教 或者是一個傳統的這個天主舊教這樣 那原本的這個軍事戰爭的衝突 已經存在了 可是一加入這個宗教我們想知道 就變成是幾乎是無可解這樣 大家這個傷亡的非常非常的慘烈這樣 像在法國的宗教戰爭啊 然後有一個非常有名的這個 聖某族的那一天的這個大屠殺 他一天之內就死了五千到三萬人 這樣 這個是這個法國的這個 法王他們是屬於天主教的 可是底下的貴族的結盟 是屬於這個揮格諾教派是新教的 那這場的事件是這個 雙方原本要議和 所以說雙方這個 事實上是這個法王底下的這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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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王子要跟這個 揮格諾教派派出的一個女子要結婚這樣 可是他們結婚的地方他們就因為要議和嘛 所以他們就選擇了一個 很奇妙的地方結婚 他們不能在教會 教會 教 教堂裡面結婚 因為這個教堂不是天主教 就是性教的 你如果去任何一個教堂內部結婚 那代表說你現在不要變成是哪一個宗教的 一個主要支配的一個情況這樣 所以兩個人結婚是在教堂外面結婚這樣 有趣的現象 可是事實上 據說 這個 梅蒂奇家族的一個這個很重要的一個這個 在那時候法國這個巴黎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這個女性 他策動了這場屠殺這樣 因為他們藉由這個婚禮為由 就是讓 揮格諾教派人願意進巴黎來觀看這場 這場婚禮這樣 可是他們一進來之後 在婚禮的這個當天 他們就開始屠殺所有進程的 那些揮格諾教派的這些有錢人 和這個貴族這樣 那以前也死了非常非常多人這樣 那在英國也是一樣 英國那個時候的情況是這個 亨利八世 你看那1534年這個亨利八世 他很早就有一個懇懲是說 他現在的老婆底下沒有子世 沒有兒女這樣 那一旦他過世的話 他剩下的王位可能會被其他的貴族繼承 那英國很可能控制式 就會掉入其他國家的貴族的這個手上 那另外一方面他也喜歡上有另外一個女性這樣 他就希望能夠跟這個 羅馬教廷去能夠學 讓他可以跟這個 凱薩林這個離婚這樣 可是好死不死 凱薩林跟這個 羅馬教廷的教宗是有這個親戚關係的 所以羅馬教宗就礙於凱薩林的這個政治勢力 就不願意讓他們這個離婚這樣 所以亨利八世他的做法就是說 他後來就是召集了一個國會 那時候英國是很少召集國會 英國事實上 長期以來不太需要透過國會統治 因為英國他不需要介入歐洲太多的戰爭這樣 所以他不需要經常透過國會來去徵稅這樣 所以那時候英國國會勢力是不強大的 可是亨利八世他為了要去這個 為了要讓他這個離婚有效 他就召集了這些國會 那這些國會就開始跟這個 亨利八世就聯手建立了英國國教派這樣 就是從此英王他成為自己國家內部的 這個教會的領袖和政治的領袖這樣 那英國開始有自己的國教 英國不再承認羅馬天主教 擁有這個更高的這個教會的這個權限這樣 那這是一個也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變化 第一次開始有這個軍王開始去宣稱自己跟教會 是復服從尼羅馬教會的 所以這個主權國家這個軍王的崛起過程 他不但包含著跟這個貴族之間的衝突 他也包含著跟這個傳統的天主教會之間的衝突這樣 那這是亨利八世 那這個英國國教派這個成立之後對不對 很為難的是說 那到底英國國教要是請天主教還是請清教 還是請這個清教徒或是這個新教 那這個就變成一個非常非常爭議的一個衝突點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亨利八世之後的每一個軍王啊 他們有時候有人請天主教 有時候有人請清教這樣 所以英國國教開始變來變去 有時候請清教有時候請清教這樣 就隨著這個軍王的變化這樣 可是那時候的英國的國會議員 大多數人其實是清教徒這樣 那他們事實上非常忌憚這個 英國的這個國王下一任繼任者 事實上會變成是一個天主教徒 或是如果現在的這個國王他非常的請天主教的話 這英國的這些國會議員也會非常的忌憚這樣 然後那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是說 這在1642年的這個英國的這個內戰 就是這個查理士儀式 原本英國在歐洲的戰爭都是跟荷蘭是結盟的 對抗西班牙的 所以他開始注意到荷蘭變成一個新的一個強權這樣 荷蘭不斷的這個靠著海權在壯大他自己這樣 所以英王就想要去爭一個新的稅 來去募集一個新的英國的軍隊 然後到歐洲領土上的時候是可以跟這個 信性的荷蘭的這個軍事勢力去對抗這樣 可是他爭稅的方法他想來想去就很難想到一個好的理由 所以他就宣布了說他要爭的稅是一種叫做船稅 所以我可以針對於貿易的某些船稅等等 去執行某一種稅法 那這個稅法這個查理醫師他就號稱有一個古老的這個 憲法的這個根源這樣 所以他是有這個法律正當性去徵稅這樣 那當然那些貴族們都非常非常的激怠 他們不認為說這個英國需要去募集這個軍隊這樣 那時候他們一個爭議是說確實這些英國的這些國衛預言們承認啊 英王他有權利在國家危急的時候去徵稅去募集新的軍隊 英王有這個權利他們稱的 可是啊你要去判斷什麼時候是英國真的面臨國家危急的時候 所以你需要徵稅 他們認為這個判斷權不應該在英王手上 而應該是國會議員或者是國會議員和英王集體決定的 可是這個英王他的意思竟然要自己決定 國家要什麼時候去徵新的稅來招募新的軍隊這樣 所以這個傳稅的爭議就越減越大這樣 然後後來導致了這個 因為國會議員他們就是死不讓這個查理士議士去徵稅 那查理士議士就開始去找這個蘇格蘭啊 艾爾蘭等等地方的勢力想要去 透過他們來去募集軍隊這樣 那國會議員就覺得這樣子更糟糕 這樣代表這個國王的勢力要徹底的透過一個外來的勢力 來去欺壓我們這些國會議員這樣 所以雙方就開始爆發內戰這樣 那內戰第一天據說就死了五六千人 大家知道內戰的血腥程度啊 往往比這個國際戰爭來的更血腥這樣 死亡人數更多這樣 那這場內戰長達這個十年的這個時間這樣 那中間的固點是讓查理士議士 他後來被國會議員抓到了 國會派抓到 那時候屬於查理士議士的是這個所謂的這個保皇派 那他們也叫他們自己叫做歧視派這樣 那屬於國會議員的那一方 他們就把自己叫做圓儒黨 大家有聽過嗎 圓儒黨 Wrong-headed 所謂圓儒黨就是他們的髮型 就簡直很像圓頭這樣 所以他們就把自己叫做圓儒黨這樣 變成叫他們圓儒黨這樣 他們就叫查理士議士了 那時候克倫維爾他想要徹底的結束這場內戰 所以他很忌憚很多保皇派 還等著查理士議士脫逃 然後跟查理士再度結合 跟外在勢力一直回來反撲這樣 所以這個脫逃 就是克倫維爾 克倫維爾後來就決定就是這個 砍了查理士的頭 所以後來查理士就被砍偷了 可是後來這個 克倫維爾他自己面臨非常大的 這個國內的爭議 他自己後來只好這個 自己側封自己為國家的這個protector這樣 那大家身為protector之後 就引起了更多的民怨這樣 所以後來事實上 復辟的這個保皇派 後來就又重新推翻了這個 克倫維爾 然後後來查理二世就回來 重新繼承這個王位這樣 那霍布什他寫立威坦的時間 就正常在英國內戰的時候 那霍布什他 他事實上是一個平民的階層出身 可是那時候的平民階層 只要你父母親願意送你去 受很好的拉丁的古典文文學的教育的話 你將來的career就會非常的順利 那時候你只要受到古典這個人文學的訓練 你可以從事的職業 包括你可以成為這個教會的教師 你可以成為律師 那你也可以成為這個醫生 這都是這個古典人文學 學那些拉丁文啊 學古典學對你有幫助的 那還有包括那個時候幾乎所有的貴族 你要成為一個在公共領域中 善於說話 然後善於說服別人 然後能夠引軍據點 然後能夠make一個很好的argument 這樣子的一種能力 他們能夠需要從古典人文學的訓練 才能夠訓練出來這樣 所以那時候所有的貴族 都不需要去受古典人文學的訓練 那這樣一種古典人文學的這個興起啊 他的興起前大概是1350年 然後那為何對不在上面這樣 在1350年之前 古典人文學沒有這麼的高度的重要性 雖然很多這個 這個教會的哲學家都會研究古典學 他們並不覺得古典學有非常關鍵的這個重要性這樣 可是在1350年之後 古典人文學開始成為整個歐洲上人階級 主要的認為一個人受教育的人 該擁有的一個基礎的這個訓練這樣 那這些導致了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近現代哲學家的心情 他們原本可能都是一個貧窮的中產階級 或是甚至不是人管階級 更貧窮的工人階級 他們可以說因為受到這些很好的古典 古典的人文訓練 然後你表現非常出色 然後這時候貴族呢就會要害人你 讓你成為他家裡重要的一個文旦 或是管家幫他管理財務 或是做他家裡的家教這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霍布斯山後來的洛克 所以他們的人生的途徑都很像 就是他們因為在古典學的造詣非常的好 所以說這個有一個大貴族 願意去害了他成為家裡的這個文旦 或是管家或是家教這樣 那你一旦進入這個大貴族 成為他的主要的這個文單和家教之後 你這一輩子大概就不太能夠結婚成家這樣 所以這些哲學家因此很多都是單身一輩子這樣 這可能跟他們個人主義也會有關係 那這個時候啊 這個霍布斯他服侍著這個大貴族 是一個Cavendish的一個貴族的一個家族 那他們當然是保皇派這樣 而且Cavendish在整個傳遂的爭議當中 他們是非常支持這個國王的 可是後來國會派這個傳遂的爭議當中 他們實際上就砍了一個大貴族的頭 那這個被砍了那個大貴族 跟Cavendish家族是非常專業的 非常好的友好關係的 所以這個時候霍布斯就很害怕 他害怕整個Cavendish家族 會被這個國會派就是抓起來砍頭這樣 所以霍布斯大概在1641年左右 就跟Cavendish家族就逃到了法國去這樣 所以在整整這個英國內戰這個十年之間 霍布斯他們實際上是逃亡在法國巴黎的 霍布斯那時候的這個立委談 或他的其他的重要的政治著作 他最主要的關鍵的一個問題點 就是他要解決傳遂上的爭議 到底一個國家誰哪一個機構 有權力決定在什麼時候可以對人民爭稅 然後對人民爭兵 來去對抗這個國外的這個外敵的勢力 就為了和平和安全的理由 什麼時候哪一個機構有權力去決定爭稅和爭兵 霍布斯他非常明確的就在處理這個非常具體的一個問題這樣 那後來這個內戰整個爆發 讓霍布斯更深層的去思考說為什麼內戰會爆發 到底要怎麼解決這場內戰 所以他的argument從原本支持 國王是有這個絕對的權力去決定爭稅和爭兵的時機 為了國家的安全 到他開始去轉向 認為說如果這個國王他已經失勢了 他已經完全失去的勢力 他沒有能力再保護人民了 這個人民是有權力轉移他們效忠的對象 給新的他們的保護者 他其實在暗指的就是那個時候 後來查理斯被砍透了 然後事實上整個國會派掌權了大概五六年 那個時候整個英國只有國會 是一個最高的政治勢力 這個王室這個國王他們已經完全沒有政治勢力 這個時候郭布斯認為說人民是可以去轉移效忠對象 給新的國會 那這是他的立委員他主要的這個意圖 他要解決這個 到底爭稅爭兵權 的這個最高的這個絕對的這個權力在誰的手上 還有就是當內戰發生之後 人民可不可以轉移他的效忠對象 那他的文章一出來 事實上是廣受保皇派的這個讚賞人 因為保皇派大概還沒有想到 後來會發生到這個國會這個權力的這個移轉這方面這樣 所以他很快的成為這個保皇派最重要的知識分子 但是他後來 後來當這個查理二世復辟之後 大家 保皇派們 他們沒有那麼在意說你可以去轉移效忠對象 因為最終是這個查理二世這個復辟 他們開始在意霍布斯在列位坦中說 這個國王有權力去決定教會的教義是什麼 保皇派原本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可是讓這個霍布斯還有進一步的說法是說 可是他更支持的是 國王他能夠控制教會的教育的這個程度 只能夠由他對於戰爭和平安全這個理由 來去判斷他介入的程度 也就是說國王不能夠成為一個積極的 某個教義的一個控制者和支持者 你不能因為你是狂熱的天主教的王室 所以你就想要你的人民 全部都變成一個天主教徒這樣 你可以為了國家的安全和平的理由 去控制教會的教義 這是一個比較negative的態度 也許你不會覺得說大家要統一成天主教 也許你有更多的寬容 那個時候或不是是希望 是希望這個英國對內部的這個宗教有更多的寬容的 他事實上那時候的立場非常偏近一個 立場正做所謂的獨立派 獨立派就是認為說 各個地方的教會應該要獨立的 有自己的這個聚會的這個祈禱文 聚會的這個這個等等等等的規定 那國王的國王只要去管 這個會不會威脅到國家的安全就可以 其他地方國王就不要管 可是霍布斯這個主張 事實上被寶寶派非常非常的痛恨 寶寶派又覺得他事實上是一個無神論者 因為寶寶派大多是天主教徒 他們希望英國國教事實上是屬於天主教 他們希望英國國教是真正成為一個 能夠去promote 某個特定的他們想要的那個宗教教義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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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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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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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非常的忌憚 這個霍布斯竟然認為這個 這個國王的權力應該要 應該要應該是要消極的 雖然是可以管理 可是必須要是消極的 所以他後來也被寶寶派非常的忌憚 所以寶寶派後來就是跟 霍布斯又起了這個知識上的大戰這樣 那霍布斯後來在他 他1952年 1953年回到這個英國之後 一直到他老死 他活了非常久 大概活到了快90歲這樣 他都一直生活在恐懼當中 因為他一直很擔心這個 寶寶派如果誰 誰執政了之後 可能就會把這個抓去看透這樣 他醫生背景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在這個背景當中 大家可以看到幾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是這個 所謂歐洲自稱的地理大發現 就是歐洲開始 要去殖民這個 新的他們發現的大陸 那他的 他的第一件事情是1415年 葡萄牙 他們開始為了宗教啊等等 比較不是明確的動機的理由 想要去探索這個非洲大陸 可是他這個探索的這個出發式上 就成為整個歐洲 對世界擴張的這個起點這樣 我們也知道 1492年 葡萄牙就是 登陸了這個美國 那這都還不是最關鍵的事情 真正關鍵的事情 在1532年 那時候西班牙他 他就滅掉了這個 美洲的 大陸州的這個印加帝國 然後建立一個新的西班牙 他們建立一個新的西班牙 Newspent這個理由很明確 他們發現大量的銀礦和金礦 在這個在美洲 所以那個時候事實上 整個歐洲的經濟 的大崛起 跟那個時候 大量的金 銀 這些貴重金屬 從整個美洲 大量的倒入歐洲有關 所以大家看到現在 阿姆斯特丹這麼有錢 一點都不奇怪 阿姆斯特丹在那個時候 就是全世界 所有的金銀的礦產 主要都是去 在那裡進入歐洲 所以那時候歐洲 實際上透過了這個 這個殖民模式 實際上從這個非洲 和從這個美洲 掠奪了非常多的金銀 和金銀這些貴重金屬 那也有後來歐洲 也有某些歐洲學家認為說 這個牽涉到後來歐洲 崛起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關鍵 可是也有人認為 這個不是關鍵 所以這個是有爭議的 好 那那個時候 我們要來講 影響過布施 他面臨的一個 思想上的一個context 所以他那個時候 到底人們在 知識分子們 到底在想什麼樣子 一件事情 那時候影響過布施的 有兩個主要的一個 知識的一個脈絡 知識的一個 思想上的一個潮流 第一個潮流是 他在服侍他的這個 貴族卡芬迪斯家族的時候 他很早就有機會 跟威尼斯的知識分子往來 那時候威尼斯 其實在十六世紀後半夜的時候 開始 他們威尼斯的這些 人文主義的知識分子 開始盛行了一個 我們後來稱之為 這個懷疑主義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思想潮流 那懷疑主義的這個崛起 他崛起於這個 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時期 他的最頂盛時期是1580年 那個時候這個蒙田 他寫的這個三文集 可以說是整個這個 懷疑主義的一個極大層的一個 這個一個著作家 那懷疑主義的想法大概是怎麼樣 這個 那個時候的這個 這個文藝復興的知識分子 於是在十六世紀後半夜 他們開始注意到說 原本啊 他們從亞里斯多那裡得到的 對於高貴政治的想法 就是說政治就是一群 這個關心common good的這個 這個 受過良好教育有德性的人 他們貢獻common good 為政治為國家奉獻的一個高貴的這個事業 他發現這個想法完全 完全沒有真正存在 在那個時候他們觀察到的政治裡面 這樣 那時候他們觀察到的政治 就是馬基維利描寫的那種政治的世界 就是欺騙 操弄 背叛 然後熔絡 那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啊 我們當代國際關係的這個 主要這個互動的這個起源 就來自於義大利的城邦國家 義大利的城邦國家 彼此今天開始發展了各種 各樣國家之間的結盟啊 簽訂條約啊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去這個 這個維持這個權力的平衡啊 那個時候都在義大利的城邦國家之間 開始慢慢形成了當代國際關係的 主要這個互動的模式這樣 那很快這個互動模式也擴展到整個歐洲 所以歐洲的那些主權國家 大貴族們 他們也開始用義大利文藝復興這些 城邦國家之間互動的模式 來做彼此互動模式的一個主要的 這個模式的根源這樣 所以國際之間 國家之間的互動模式 也開始出現了 我們當代看到這樣的一個基本模式這樣 那所以那個時候的這個文藝復興的 這個懷疑主義者們 他們就開始覺得說 一切的道德的原則啊 都是不可靠的 這個你要 而且那個時候當然還遇到了這個宗教戰爭 你看到那個時候 大多數的這些 真正在從事政治的這些政治人物啊 他們彼此間就在競爭權力 然後有各種各樣的奸詐的伎倆 那他們都號稱有某種理想的這個 這個要去追求 尤其是宗教戰爭的捲入 每一個國家都進入一個激烈的 意識形態的一個衝突的一個情境裡面這樣 那這些這麼激烈的這些所謂的高貴理想的衝突 宗教戰爭的衝突 他背地裡 對這些義大利的這些文藝附近懷疑主義來說 他們這些道德理念都很可疑這樣 他只是讓大家死傷更多人而已這樣 他對我們真正的這個自我保存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他們開始去懷疑 所有過去的一切的道德原則和道德傳統 尤其是他們對亞里斯多德所說的人是政治的動物 人可以在從事政治當中享受到比較高貴的 比較高的一種快樂 他們是非常非常懷疑的 在政治領域中 現代政治領域中根本就沒有這種事情這樣 那他們對於宗教上的激情也非常非常懷疑這樣 所以蒙田他事實上對於人們的建議就是說 你不要相信任何的這個愛國主義 不要相信任何的宗教信仰 你真正最重要的就是自我保存 保存自己的生命這樣 那自我保存自己的生命這件事情 對懷疑主義者來講 大概是唯一你可以比較確定的一個生活的原則 其他的道德原則都很可疑 他們找不到一個真正確定的一種知識推論的方式 可以告訴我哪一個道德原則是對的 可以告訴我哪一個宗教信仰是對的 他們都覺得很可疑 而自保這件事情是可以很確定的 大家事實上都想自保 那你要自保的方法最好是 你對這個世界保持一個冷漠的態度 你不要太熱情 如果你太熱情去為國付出 為宗教付出的話 你就會死得很快這樣 所以你最好是保持一個冷淡的態度 面對這個世界這樣 這個是一個蒙田他們的這些懷疑主義者 帶來的一個思想潮流 那這個對霍布什來說衝擊是很大的 他認為說這些懷疑主義者他們對於整個 這個過去的這個人文主義傳統 日記者裡說的是人文主義傳統 還有整個基督教神學家建立起來 那些道德原則的這個傳統 他們整個懷疑對烏布來說非常有效這樣 那如果這些都懷疑掉的話 那到底人與人之間啊 大家想想看喔 你所有相信的傳統的道德信仰 你所有相信的有效的道德原則 倫理原則 倫理人之間互動的原則 包括友情 親情等等等等 他們都被懷疑主義者懷疑掉了 他們都覺得這個對你自保沒有幫助 而且是有害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到底我們人與人之間啊 可以維持的一個最小最小的 最小的一個道德的互動的這個 原則的模式是什麼 如果我們把大多數的東西都懷疑掉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最小的基礎 從那裡基礎重新開始 這是霍布斯在想著這個問題這樣 那這個問題當他遇到了另外 那個時候第二個思想潮流的時候 他就獲得了振奮 第二個思想潮流是 現代科學的這個出現這樣 尤其是像切利略或是葛白尼這樣子的人 那個時候霍布斯在流亡法國的時候 他接觸到了主要的 法國的這個懷疑主義者 他們是相信新的現代科學的可能性的 這些懷疑主義者跟他們前一世代的 義大利的那些懷疑主義者 蒙田是不一樣的 蒙田他們基本上懷疑所有有效可能的知識 他們那種亞里斯多德講的那些知識 都是很可疑的 沒有很困固的基礎 所以他們幾乎什麼都不相信 他們只想相信自保 這件事情是唯一重要的 可是但或不是他流亡到這個法國的時候 他發現這些法國知識分子 他們雖然像過去傳統懷疑主義者一樣 懷疑到大多數的 或許亞里斯多德斯的知識 可是他們相信 且歷越發現的那個 新的科學是真正有Fondation 那個是真正有效的一種 一種知識的一個基礎這樣 那時候笛卡爾也在這群的 這個法國思想家裡面 所以笛卡爾和這個 或不是他們都有一個 共同的一個目標 就是認為說 如果我們現在看到這些 現代這麼慘烈的政治衝突 宗教衝突 迫使我們把一切傳統的道德信仰 倫理信仰 倫理傳統都懷疑掉的話 那到底我們能夠找到一個 一個minimum 最小的一個Fondation 重新開始 能夠去為我們的這個 倫理的生活 或是政治的生活 建立一個基礎 能夠讓我們重新去判準 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壞的 能夠讓我們 我們起碼維持一個 良好的一個政治生活 這是霍布斯的一個主要想法這樣 那笛卡爾他並沒有把他的這個 懷疑主義的論證 推到政治上面 還有倫理上面 第二個他對霍布斯來說 他非常有效的做一件事情是說 那時候笛卡爾事實上 把懷疑主義的論證 推到一個巔峰 那笛卡爾的論證就是說 對傳統的懷疑主義者來說 他們事實上懷疑說 你看到這個東西的顏色 只是你主觀看到的顏色 你看色滿看到的顏色 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大多數事物的這個 一些特徵特質 他事實上都是人主觀的這個 這個看法 我們事實上沒有辦法 真正知道事物的reality是什麼 懷疑主義者還是懷疑這件 你知道傳統的懷疑說的 不會太懷疑 懷疑人懷疑說的會說 你大概看到了 就是這個世界真實的樣子 愛說的不會去追問太多 可是懷疑主義者還是去問說 沒有啊 我們看到表象的世界 跟真實的世界真的相合嗎 我們都以為這個 太陽繞著地球轉 可是也許完全不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我們真的有能力去看到 一個真實的這個世界嗎 那笛卡爾把這個懷疑 推論到極度 他就講說確實 我們能夠確定看到的世界 往往只有我們心靈中的世界 對不對 我們這個心靈和外部的reality 讓者之間啊 有一個鴻溝是我們很難越過的 我們大概可以確定啊 我在想什麼樣子的事情 我內心中觀察到什麼 我內心中有什麼樣子的念頭 我內心中認為這個肚子在這裡 我內心中認為這個肚子是這個顏色 我內心中認為這個肚子是這個顏色 我內心中認為這個人長這個樣子 可是這是我內心中呈現的這個影像 可是外在世界是不是長這個樣子啊 接下來會說我們其實不知道 我們可能是完全被欺騙的 可能有一個非常奇妙的一個精靈 在欺騙我們所有人 所以我們實際上沒有辦法真正知道 外界長的那個樣子 他們開始有一種 我們成為我們自己心靈內部的 一個囚犯的一種想法 我們實際上是困在我們自己內部的 心靈世界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真正知道外界長什麼樣子 外界的樣子是不是真的地球繞著 太陽繞著地球轉 是不是這個事物真的有這個顏色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真正知道這樣 那當然茄莉莉做了一個突破 茄莉莉事實際上讓底卡爾和 或不是有一個信心是認為說 我們實際上也許有可能 真正找到一個知識上的基礎 能夠或多或少告訴我們 某些reality是真實的 我們不會完全成為我們自己心靈的這個囚徒 那迪卡爾就 我們就會講說 好吧如果我把一切都懷疑掉的話 如果有一個精靈在欺騙我們 那我唯一無法懷疑的是 我在思考這件事情 對不對 我在思考這件事情 是我怎麼 因為我卻懷疑我在思考這件事情 我還是在思考啊 所以可見我在思考這件事情 是無法被懷疑的 這是迪卡爾他的第一個 對於懷疑主義的一個回應 他找到一個我在思考的一個foundation 來去重新建立起一個知識的一個基礎 就是這樣 可是迪卡爾的第二個推論啊 就會讓那個時代人非常的懷疑 因為迪卡爾的第二個推論是說啊 我雖然只能夠非常非常確信 我在思考這件事情啊 可是外在世界究竟是不是 我很努力知道之後 長的那個樣子啊 我沒有辦法從外界世界的證據知道 因為外在世界的證據總是片面的 可是啊 我可以去假設有一個全之全然 全之全然就是全善的一個神 他會確保我能夠知道 外在世界是存在的 我努力知道外在世界是真正 如外在世界 所透露給我一樣的真的存在 他後來記住了一個神來去確保 我在思考的這個我 可以跟外在世界的這個真實的世界 也是可以有這個溝通的橋樑的 他借助的是一個這個 無法從經驗中得到的這個神的這個存在這樣 對我們來說是很難接受 對於他那個時代來說也是很難接受的 所以霍布斯啊 他事實上很有趣的 他承接了這個迪卡爾的這個挑戰 你看霍布斯啊那個時候 他事實上是想成為一個偉大的物理學家 像數學家 或是像迪卡爾一樣這種哲學家 他認為說迪卡爾這個懷疑非常的有意義啊 我們的確變成了某個意義上 困在我們心靈中的這個囚犯 我們沒有辦法真正知道外界世界長什麼樣子 我們能夠去 我們對外界世界所有獲得的資訊啊 都只是我們的感官獲得的這個資訊 對不對 如果我們感官得不到的 我們事實上就獲得不到那個資訊 那我們感官得到的資訊 可能是錯誤的 可能是片面的 我們都不知道這樣 好 但是啊 他在這個 接受這個迪卡爾這個問題 和迪卡爾的初步的回應的這個 之後啊 他開始和迪卡爾有了一個差距 他認為說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我在思考這件事情 我們頂多只能夠知道 我內心中的這個心靈 有一個一個影像 這個流過去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是不是有一個我在控制這個影像 對不對 我今天看到這個車 看到這個人 看到這個人 我想到每一件每一件事情啊 它有兩個來源 一個來源是 我的感官從外在獲得的資訊 所以這是perception 所以我看到那個桌子 那個桌子它打到我眼睛裡面 所以我得到一個某種perception 我的腦袋裡面 那 可是呢 當那個桌子不存在了 我為什麼還可以在我的腦袋中 去想像那個桌子 那是因為 有某種這個想像能力的這個 的這個殘留在我的腦袋裡面 所以我可以想像一個 已經不在我眼前的那個桌子 那我們人類 可以從我們心靈中看到的就是 這些 這些perception 它不存在只有那些殘留 它本來叫做imagination 所有我們能夠看到的東西 它原本都是perception 可是當它已經 我們看不到之後它就成為imagination 所以我們人類能夠接觸到的 確定的我們心裡有的這個東西啊 只有imagination 我們實際上沒有辦法知道 是不是有一個我在思考 它比迪卡爾更激進 它認為你連知道不知道我在思考都不確定 因為你要去假設我知道我在思考 那你要先去假設 你要先去證明我知道我知道我在思考 對方來說那個不斷的往後推論 是沒有辦法真正能夠去確定 我知道我在思考這件事的 還有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個想法這樣 雖然認為說人類事實上只能夠去意識到 它內心中的那些影像不斷的 從它這個腦袋中跑過去 我沒有辦法知道我是不是存在 而且這個推顧布萊 對護布萊說也不重要 因為護布萊的推顧事實上更激進 他認為說完後 雖然我沒有辦法知道我在存在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幾件事情 是我們大概能夠確信的 第一件事情是說 沒有一件任何事物它可以自己移動 那一定可以移動一次 任何事情會動 一定是一個他身邊的另外一個物體去推動它 不然那個事情不會動 不會動的東西永遠不會動 可是如果它會動 一定是他旁邊的一個東西去推動它 而且推動它的東西一定是某一個物質在推動它 所以那東西才會動 對不對 這看起來有道理對不對 所以他三四五他建立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所有事情他能夠動 都是因為有一個物質的東西在他旁邊推動它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的這個心靈裡面有很多思緒 他把這些思緒叫做Imagination 不斷的在流動對不對 我今天想要去吃飯 今天想去吃飯 我看到了這部車 我看到了這部車 這些思緒在動 他就說你腦袋在動會有東西在流動啊 他一定是因為有某個物質的東西 去推動你腦袋中的這些意識在流動 就是說你今天腦袋會有那些 train or imagination好像在流動一樣 一定是因為外在的某一個物質的東西 在推動你腦袋中的東西 某個東西在動 你腦袋中的那些imagination才會動 大家應該要來理解嗎 所以他就很激進地認為說 事實上啊 所有一切事物它最根本的變化 都是來自於物質的動作 沒有物質的動作啊 東西就不會變化 連我們對於時間和空間的想法 空間是什麼 空間就是我們意識到有一個東西它會動 我們才會意識到有空間 時間也是因為我們意識到我們會動 我們才知道有時間這樣 所以一個物質的東西的動 才是一切這個宇宙 我們真正能夠確認的事情這樣 所以對他來說啊 他有一個非常徹底的物質主義的看法 他認為人類沒有靈魂 我們也沒有辦法證明上帝的存在 我們能夠從笛卡爾斯的懷疑裡面 去意識到的是 我們人類之所以有心靈 心靈會變動 是因為有物質的東西在刺激它變動 我們當代人腦神經科學 事實上是證實這個看法 是不是 對不對 我們腦袋所有的變動 都是因為我們腦神經 有某種物質物理化學的變化 我們今天想什麼 就有新的物理化學變化在裡面這樣 可是我不是那時候沒有辦法去想 物理化學的腦神經變化對不對 可是它想法已經 跟當代的腦神經科學非常的像了 一定就是有某個物質東西的作用 才會導致我內心中的思想在變動 思想不會自己變動 你也無法自己去控制自己的思想變動 你以為你在主動控制你的思想的變動 其實是錯的 因為一件事不能夠改變它自己 你之所以會變化 一定是因為外來的一個物質的變化 才導致你會變化 這個是這個 會不是對於人徹底的這個物質主義 它這個宇宙徹底的物質主義的一個看法這樣 那它這個看法 導致它對人追求什麼是good and evil 有非常激進的一個 跟傳統過去的一個斷裂這樣 也因此啊 我們人類在世界上唯一能夠確定的知識啊 第一 是你思想中有思緒會動 我們把這些思緒叫做imagination 第二 一定是有某個物質的東西 推動你這個思想的這個變動 這個是我們可以確定的知識 其他一切的知識啊 都只是假設 都只是hypothesis 都只是思議 可是我們可以大概知道 用理性的各種方法知道 哪一個hypothesis相對上比較好 但是我們永遠沒有辦法確定 哪一個hypothesis是對的 或不是這個懷疑主義的這種氣質啊 因為懷疑掉了大多數的 傳統的阿里斯多德相信的事情之後 我們要重新找到一個最小的一個foundation 來成為一個新的知識可能性的基礎 不僅在科學上是這樣 在倫理政治學也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整個近現代思想最大的一個突破 這個突破也是茄莉悅在做的 對不對 茄莉悅要去推翻所有過去的這個 亞里斯多德式的物理學 各種奇怪的一個物理學 然後他要告訴你說 我可以重新透過什麼方法 告訴你這個天體是怎麼樣變動的 我會告訴你一個真正的物理變動的一個原則 可是我們要重新從一個最小的一個出發點 重新出發 我們先懷疑掉一切這樣 這也是霍布斯在做的 他也先懷疑掉一切 他從最小的出發 他從物理和人身上推到的東西 是這樣的一個東西這樣 所以對他來說啊 人的存在啊 不過就是 就是 他說人的存在大概有兩種變動不斷的在動 一種呢 是你無法控制的 你無法控制的就是你的這個心跳啊 心塵代謝啊 等等對不對 腦神經的傳導等等 這些是你無法控制 可是他一定要一直在動 不然人就死了 所以人之所以能夠活著 是因為有一個物理的東西不斷的在動 第一是不自主的 那第二種啊是自主的 所謂自主的東西就是說 你是透過你的 imagination 你腦袋中的思緒 去決定你要採取什麼樣子的行動 那你會覺得這個是自主的 可是他的自主啊 並不在於說你脫離了因果關係 不是 你所有的行動 你所有的想法 都還是某一個物質的變動 導致你思想的改變 導致你的決定 所以他的因果的這個鎖鏈 還是有無窮的物理的東西在推動你 所以人沒有真正的自由意志 在傳統基督教裡面 阿古斯一定會說這個 雖然說我們都可以意識到 所有事情有果必有因 所以一定有因 推動你的果 所以人好像沒有自由意志 可是阿古斯一定會說 人還是有自由意志的等等等等 所以世上基督教 神學家世上他們的辯論裡面 他們最後還是認為說 人有自由意志的 可是人有自由意志 多半是由上帝確保的 可是我們在知識上面 我們仍然始終覺得 我們永遠是有一個因 在決定一個故 那那個因 它不是你的這個思想可以決定 它就是一個外帶來的一個因 那霍布斯他完全接受這一點 他認為說沒有 你傳統認為 你可以超越因果關係的那個自由意志 不存在 所謂的自主的行動 對霍布斯來說就是 當你心中的那些思想的這些 Train 那些變動 當它到達一個階段 你要把它結束掉的時候 結束掉可能就是你要行動的 或是你決定不想的 你結束掉的那一剎爐啊 你決定做什麼 那個就是你的意志 那人只要是有這樣子一個過程 去行動的話 人就是有自由意志 我們不用去管背後 是不是被一個物質的這個東西 外在的東西 層層的因果所影響 那個東西不重要 那個東西就是 那個東西就是這樣 人就是被外在的物理的震動 移動所影響 可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不需要那麼在意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還是可以認為說 我們好像所有的行動 它之所以會有行動 是因為它前面有一個意志的作用 這個意志我們就叫做 我們就把它叫做意志 這有點困難 不過只要讓大家去 去理解到霍布斯的一個 思考的一個特質 他已經開始這個 完全進入一個 現代的世界裡面一樣 像物理學家一樣 要重新建立起人類所有 人文世界的一個基礎 所以他必須要去 engage這些辯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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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會來看霍布斯怎麼去看good and evil 他會說 你看 傳統亞歷斯多德主義者 或者是這個 柏拉圖好了 他們都認為所謂的good 什麼是美善的事物 有一個客觀的基礎 客觀的基礎 你可以從人的本質的討論 來去說什麼樣子的good 是比較值得追求的 對不對 亞歷斯多德就會說 從事政治是一個比較值得追求的good 那 柏拉圖會說 從事哲學思考 是一個最值得追求的good 他們都是從人的這個本質的這個討論 去討論出來的 可是霍布斯來說 沒有啊 他覺得人的 人的組成 基本的組成 就是一個不斷的持續在變動的一個身體 那如果每個人都是一個持續在變動的身體的話 那每一個人他接受外來刺激的時候 事實上會在他的身體中 產生的那個反應 會是不一樣的 同樣的事物啊 也許引起我的 我的這個 喜歡 我的渴望 但也可能引起那個人的厭惡 討厭 這是因為每一個人的身體都不斷在變動 所以你沒有辦法能夠知道 到底這個人 他遇到那件事物 他會喜歡 還是他會討厭 這個是不知道 這個是本質上就是多元的 每個人對於他喜歡和討厭的事物 是不一樣的 我們沒有辦法從一個固定的人性的本質裡面 去討論什麼是一個最值得追求的美善的生活 對於霍布斯來說 真的沒有辦法討論 那個是沒有辦法確定的知識 對不對 那如果亞里蘇德去講說 人是政治的動物等等等等 這些對霍布斯來說 都不是沒有辦法確定的知識啊 我們能夠確定的知識 只有 我的心裡面 有一個一個思緒在流動 這些思緒的流動 它之所以會變動 一定是因為某些物理的作用 它才會變動 對於為了說 我們怎麼能夠確定這件事情啊 所以我們能夠確定這件事情 就是說 人的身體的組成 是不斷在變動的 對不對 有心跳的變動 有你思緒的變動 那人如果持續在變動的話 人對於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的想法 一定是主觀的 沒有一件事物可以引起 引起 引起 引起不同的人相同的這個反應這樣 所以他說 by what's evil is the object of an animal's appetite and desire this which he or she called good 我之所以把那個叫做good 把這東西叫做evil 是因為那個東西啊 對我的身體 引起了一個厭惡 或是喜歡的反應 除此之外 就沒有任何的其他的foundation 這就是什麼good 怎麼叫做evil 他是完全因為你身體的反應 而主觀讓你這樣覺得 沒有什麼客觀的其他可以多餘的討論 你看他的這個想法是有一個非常長的脈絡 他是因為整個現代政治 還有整個宗教衝突 引起了一個懷疑主義的反應 然後你在懷疑主義的這個荒漠當中 你要怎麼重新一個知識的基礎 人能夠倫理互動的基礎 人能夠政治互動的那個最起碼的這個基礎 或不是要重新從這個荒漠當中 重新從一個最微小的 我們可以接受的共識 重新建立取一個現代政治科學的一個foundation 還有現代政治生活的一個foundation這樣 好 那這個是什麼叫good and evil 那或不是又說啊 人事實上並不是只在短暫追求你的good and evil 人事實上會想追求felicity Felicity大概就是我們當代說的wearfare 人會想追求福祉 wearfare是一個更考慮長遠的一個追求 他說什麼叫wearfare 什麼叫felicity 就是你持續會在你的這個身體心理中出現了欲望 你今天會有這個欲望 明天會有那個欲望 或是會有那個欲望 他會不斷的這個出現 而且一個欲望的滿足 永遠只是導向另外一個欲望的這個出現 人就要這樣一種動物這樣 那所謂的felicity啊 所謂的福祉啊 就是說你可以持續的滿足 你不斷的出現的這些欲望 那叫做felicity這樣 對或不是來說 人的欲望的不斷出現就是人活著的象徵 因為人的活著的象徵 就是一個物質的一個不斷的一個 一個mutation 不斷的動 那欲望的不斷的出現 就象徵人的body的不斷的mutation這個動 所以很合理 對他說很合理 人就是不斷的追求 你身體中心理中 不斷的出現那個欲望的這個滿足這樣 所以他說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人事實上會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人會想要確保他未來出現的欲望的永遠能夠持續獲得滿足 因為你可以預期你將來不斷的會出現新的欲望 對不對 那什麼叫做felicity felicity就是說 你不只要滿足你當前的這個欲望 你還會想要確保你將來不斷的會出現的新欲望都可以獲得滿足 這就是felicity 這是每個人都會去追求的 每個人都會想要的 minimally 大家都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是這樣子啊 他要進一步推他要講說 也因此啊 人們都會有一個很普遍的傾向 大家要一直小心 你要注意到或不是所有的推論 他都是從一個最極簡的最小的一個foundation 所以慢慢出發去推論 他都會說你沒有辦法辯駁這個 因為我已經相信懷疑主義 懷疑到所有的大多數的事物了 我要告訴你一個 你沒有辦法辯駁的這件事情 你如果能夠一步一步接受我的這個推論的話 你就會接受我的結論這樣 所以他說 因為人要追求felicity 所以人性裡面有一個自然的一個普遍的傾向 就是你不斷的要追求權利 你會有一個perpetual and restless desire of power over power 你會不斷的想追求權利 那原因並不是因為人們對權利無法滿足 你知道在傳統的這個基督教裡面 對人性有一個比較悲觀的看法 認為人性因為養到下蛙吃了禁果 所以人性已經損毀了 所以人性會有一個黑暗欲望想要支配別人 支配別人就是人性的這個黑暗欲望的一個 根深蒂固的一個黑暗欲望 這是傳統基督教的看法 但是或不是事實上轉變了這個看法 他認為說人確實會想要不斷的追求一個一個接一個欲望 可是他並不是因為人根深蒂固想要支配別人的那個欲望 而是因為人就是要滿足自己的felicity 那你要確保你未來不斷出現的新的欲望 能夠持續會有的滿足 你當然就要不斷的確保你可以獲得足夠的權利 能夠讓你這些欲望獲得滿足 可是這些權利永遠是不夠的 因為你也不知道你下一個欲望是什麼 而且你的欲望是永遠不斷的持續出現 所以每個人因為他要確保 assure他未來的felicity 可以持續獲得滿足 他就要不斷的追求一個接一個一個的權利 人是一個不斷追求權利的動物 只是因為人想要讓自己未來的felicity 能夠確保他們持續的滿足 人就要不斷的追求權利 那所謂的權利是什麼 權利就是他現在擁有的工具 能夠讓他去獲得未來的這個good 對不對 你想要你未來的felicity 都能夠獲得滿足的話 那你如果能夠讓他獲得滿足的那個力量 那個就是你的權利 那就是你的權利 所以人會想要不斷的獲得權利 到這裡你覺得你可以反駁他嗎 你看他這個說法已經推翻了過去阿里斯多德的主張了 阿里斯多德會跟你講說 我們人確實需要財富和權利 可是我們必須要節制我們對於財富和權利的追求 因為人最高的目標是德性 你如果沒有辦法節制你對你權利和財富的追求的話 你沒有辦法真正追求一個最美好的一個有德性的生活 所以阿里斯多德會建議說財富是需要的 可是你財富的追求你必須要moderate 到一定程度之後你就不要再追求了 如果追求過多的話反而會傷害你的德性 可是對財富是來說 我沒有辦法想像那個更高的有德性的生活 我只知道我未來會不斷的出現新的欲望 那為了確保我未來不斷出現的欲望能夠獲得滿足 我事實上需要無止盡的這個權利的追求 我才能夠確保他能夠不斷的獲得滿足 然後我並沒有一個非常強烈的 根本的對權利本身的渴求不是 我只是簡單的希望我未來的欲望都能夠獲得滿足 我就必須要不斷的追求無限的這個權利 會不會是這個想法是整個現代人的起點對不對 我們現在一直被困在他這個想法裡面 有沒有 我們現在的事實上好像就是這樣想 對不對 我們都會覺得錢越多越好啊 那錢又怎麼越多越好 那錢又怎麼越多越好 然後如果說 因為你不知道你下一個階段的這個欲望會是什麼 而且會持續的出現 所以你雖然不是一個壞人 你也不是一個貪婪的人 你也並不是一個想要重慾的人 你也並不是一個想要買跑車的人 你也沒有想要買民房 可是呢你就會想要財富越多越好 你會想要權利越多越好 即使你只有簡單的欲望 因為你未來會不斷的出現新的欲望 這個你可以反駁他嗎 對不對 你看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整個現代人在這個時候就出現了 那我們會說這是一個 布爾喬亞的一種現代人 那什麼是布爾喬亞 我們後來還會再繼續討論 大家有興趣因為現在寫的這個 立威坦的第十章 他非常的諷刺 他把我們傳統認為所有的德性 都認為他們其實就是在追求權利 因為他說 人可以想像的最大的權利 並不是個人的 什麼聰明才智或是力量等等 甚至也不是個人拿著槍這件事情 而是當人們可以集結起來的時候 那個集結就是權力 不斷擴大一個真正的基礎 所以當人們可以透過統一 而願意把所有的力量 讓一個人來行使的時候 就是這群人能夠展現出 最有力量的是這個時候 最有權力的這個時候 所以有朋友的人是有權力的人 有奴仆的人是有權力的人 能夠成為一個common will 是有權力的 那其他所有的東西 他為什麼是權力啊 都是因為那個人 他擁有那件事情 是代表著 他擁有更多的朋友 或是擁有更多的追隨者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那件事情是代表權力 比如說我們來解釋 比如說當一個人很有錢 又很大方的時候 這個人是有權力的 因為他容易獲得仆人和跟隨者和朋友 當一個人他有 很有權力的名聲 reputation of power is power 因為當大家都說他很有權力的話 很多人就會去跟隨他 他就會變得更有權力 對不對 那你如果有一個名聲是你很愛國家 你也會有權力 因為如果你很愛國家的話 代表說你願意為我們這群人犧牲 那你也會覺得很想跟隨你 所以愛國 我們說這個人愛國 其實我們事實上是在說他很有權力 那也包括說 這個人運氣很好 他也會是一個有權力 因為這個人運氣好 我們也會很想跟隨他 對不對 那一個人他 他對人很有愛很慈愛 我們會覺得他有權力 因為他容易獲得更多的追隨者 更多人愛戴他 所以prudence reputation 也是有權力 因為你是一個有prudence的人 也會更多人追隨你 對不對 那包括這個 那什麼叫honorable honorable是傳統的 亞里斯多德還有傳統的貴族 最重視的一種good 亞里斯多德會說 最重要的external good 就是owner 一個有德性的人 他會非常非常渴望 他在這個公共場域的這個禁足當中 在彰顯他的德性的時候 會獲得人們的榮譽的肯定這樣 所以honor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追求 有德性的人要去彰顯自己德性能夠獲得的一個肯定這樣 那西塞羅後來西塞羅也會講說 一個公正的人一定就是honorable的人 一個不斷追求私利的人 他不會是honorable的人 只有justice才會給你honor 那這是傳統的這個看法 可是會不會說錯了錯 你完全錯誤了 所謂honorable就是說 當你這個人的行動品質擁有的東西 你能夠讓人家覺得是權力的象徵的時候 你就會被認為是honorable的人 所以傳統的這些德性 像比如說這個大方 這個勇敢 有自信等等 這些德性 他們為什麼會被認為是honorable 是因為擁有這些德性的人 他事實上是代表他是一個有權力的人 一個勇敢的人 他能夠勇敢去做很多事情 他其實彰顯的是他是一個有權力的人 因為更多人願意追隨他 他因為勇敢 他也能夠完成更偉大的事業 所以這是一個權力的一個象徵 我們是因為他是權力的象徵 所以我們才去honor他 而不是因為這個德性的這個本質 他用這件事情來去講 所有的事情 事實上本質上就是一個最權力的追求 他現在要從人最根本 每個人都能夠去肯定 他有的那個最小的這個東西出發 所以我們就不去問 人是不是政治的動物 我們把所有的東西都擱置 那我們再問說 好那到底人們衝突的基本根源是什麼 為什麼人們會產生衝突 那他給了我覺得大概給了四個理由 可是裡面大概有兩個理由是最重要的 是我給了黃色的這個mark 那第一個理由 他認為說人們衝突 他有一個很明確就是說 人們衝突的理由是因為前面三個 一個就是說 大家要競爭game 競爭你想要去獲得什麼 第二個是大家為了安全 第三個是為了想要去獲得個人的榮耀 獲得他人的肯定 獲得glory 他認為這三者是人類衝突的根源 不過我們要去細就 如果我們講這三者 其實是一個很鬆散的 一個哲學上的一個說法 我們要看會不會是怎麼推論 這三者衝突的根源 它的最根本的東西其實是什麼東西 首先他會說 你看啊 人與人之間雖然看起來聰明才智 或是這個力量上看起來好像不平等 你看傳統都是認為不平等的 而且不斷地強調這個不平等 對亞里斯多德來說 你要不斷地追求卓越的德性 對馬基維來說 你要不斷地追求卓越的君王的這個能力 他其實都在彰顯 有某種人類不斷地追求磨練之後的那個 境界 品質 是可以讓你高於其他人的 然後這高於其他人是重要的 他可以讓你能夠去擁有政治權利 然後你可能是值得得到的 因為你比較有德性 對不對 傳統是這樣在看待的 人 by nature 而且人 by nature 應該說人可以透過很多努力 讓你變得不平等 然後這個不平等是有意義的 可是在郭布什來說啊 人不管再怎麼努力啊 聰明才是有多大的不同 力量有多大的不同啊 人 more or less 是平等的 一個人力量再大啊 力大無窮 聰明才智再高啊 其他人啊 結合起來 或者設下陷阱 都可以把他殺死 所以一個人 單人的力量不管多高大 和其他人就是或多或少平等 那人們的聰明才智呢 或不是他有一個很有趣的啊 有的是說 沒有人認為他聰明才智比所有人都高 我們總是覺得有些人聰明才智比我們還高 對不對 可是啊 我們也同樣認為自己的聰明才智比多數人都高 他說每一個人都會贊同這些話 有人比你更聰明 可是你比大多數人都聰明 每個人都這樣覺得 和他說 世界上什麼東西的分配 可以讓大家都覺得很公平 沒有 當你每個人都覺得 有人比我聰明 或比大多人都聰明的話 你這樣是滿足於自己的聰明的 什麼樣子的分配 可以讓每個人都滿足自己的聰明 那可見這個分配很公平啊 很平等啊 所以 剛才那件事情就象徵了 事實上大家聰明還是沒有相差太多 所以你在怎麼努力成為一個 再 wise 再 prudent的人 像 或不是 或像你說的 華拉圖這麼的推崇 都不再說你不會聰明太多 大家事實上還是差不多的 所以人事實上不管是各種能力 體力的 聰明才智的 或多或少 有點差距 可是不會差距太大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顛覆 他不再認為這個 人與人之間透過努力得性 撐出來那個差距 具有倫理或者是政治上的意義 那我也沒有 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 大家大或多或少是平等的 my nature equal 或是by effort之後還是equal my large equal 那從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從這裡發生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對自己的期望 可以獲得東西的這個 hope 期待也是平等的 equality of hope 當你覺得你跟別人聰明才智差不多 能力差不多的時候 為什麼那個貴族可以擁有那麼多的土地 為什麼那個商人可以擁有那麼多的財富 他可以擁有為什麼不能沒有 當你意識到大家的能力或多或少都是平等的時候 你就會有跟別人一樣相同的慾望 相同的渴望 你應該想要擁有那麼多的錢 那麼多的權利 那麼多的榮耀 這就是equality of hope 那這是一個現代的情境 當你認為大家或多或少平等的時候 你事實上同時產生了 那或多或少我應該要獲得的東西 跟別人必須要是一樣的 equality of hope 那這個對護士來說 就是一切衝突的根源之一這樣 你如果覺得能力差不多 那個人能夠得到的 我應該能夠得到的話 那你就會跟別人想要去競爭很多事物啊 對不對 你會不斷要去競爭那些事物 那競爭那些事物的時候 你們當然就會起衝突成為敵人啊 所以competition of game就出現了 它成為人能衝突的一個根源 可是當你們在衝突 激烈的衝突的時候啊 這個時候啊 你會覺得說 我即使我的個人能力再強大 我佔有了這個東西 別人都可能跟其他人集結起來 把我這個東西搶走 而且別人來搶走的時候啊 他也許只搶走那個東西 但他也許因為個人的高興 他把我的生命和財產都同時拿走了 這個是人與人在激烈的 在去爭取東西的時候 你必然會有一個懷疑和猜想 我想要有這個東西 那我想要有這個東西 當我們激烈競爭的時候 對不對 那我一個人的力量 雖然鞏固了這個東西 可是你可能集結別人來去獲取 搶走這個東西 那這個過程中 你可能就把我的生命和財產都拿走了 所以我對人是不會信任的 我基本上對人有一個基本的這個懷疑 他的根源在competitional beginning 可是這個很快的建立起來 人與人之間基本的這個懷疑 我沒有辦法信任你 你也許有一天就跟別人集結起來 把我的東西把我的生命都拿走 那這個對人的這個根本的這個懷疑啊 他直接產生了一個效果 就是不信任 他產生了一個效果是說 因為你來跟我爭奪東西的時候 你有可能把我的生命搶走 對不對 把我生命奪走 我沒有辦法信任你 會不會把我的東西拿走 當你跟別人集結起 力量比我大的時候這樣 所以我這個時候啊 最好的策略啊 在這裡 我這個時候 從Difidance of another Difidance它在拉丁文裡面就是不信任的意思 因為我不信任你啊 而且我會覺得你可能來搶我的東西 就把我的生命奪走啊 所以這個時候對我來說 最合理的一個行動策略 就是Anticipation Anticipation對未來有所預期 我可以Anticipate 我可能有一天生命會被你跟別人集結起來拿走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對我來說最大策略就是說 我必須要獲得越多 對其他人的支配越好 當我能夠支配越多的人啊 我就能夠越確保 我在跟你競爭的時候 你不會奪走我的生命 所以我之所以想要去支配 越來越多的人 你看他說 只是因為你合理的Anticipation啊 所以by false或是by wiles 你就會想去支配所有的人 直到你不認為有任何的權力 可以來去威脅你的這個安全 那這個中間的一個基本的原因 是因為你要自保 你光是為了自保 又不信任其他人啊 你就要不斷的去累積自己支配他人的權利 累積到你不覺得有任何人可以來威脅你 所以你不會不斷的去監視你的鄰居有沒有權力變大 如果權力變大的時候就會開始威脅到你 就開始要去鞏固自己的這個權力這樣 所以光是為了自保這件事情 還有對人的這個不信任啊 你就要不斷的去擴張對人的這個支配 可是這並不是因為 這個你喜歡支配別人啊 這也並不是因為這個 大家都有相同的想支配別人的預防 不是 或不是很肯定 每一個人想追求事物都是不一樣的 可是當大家在激烈經濟某個事物的時候 你會對人產生不信任 然後你對自己的自保 產生非常嚴重的這個焦慮感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想要 然後不斷的能夠去支配別人來去確保自己的自保是能夠被確認的 所以光是為了自保這件事情啊 人們啊就會不斷的想要去增加自己支配他人這個權力 所以我們看到的或不是大概兩個論述 為什麼人要不斷支配獲得這個權力的這個論述這樣 那這也是現在人的一個基本上一個情境 大家會覺得要不斷的去累積自己的支配他人這個能力 那財富或者是權力地位等等這樣 那這個是這個衝突的第二個根源 對不對 你會對人的不信任 然後你會對自己這個Safety的這個要求 你就會不斷的想要去支配別人這樣 那財富在這裡講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句話 他說啊 因為這是為了自保的需求 你不可能能夠去不讓人們自保 所以 然後他為了自保 他要不斷的去增加自己支配他人的那個權力 所以我們知道允許他有權力 去不斷的增加自己支配他人的這個權力 你看他的這個權力right的這個語言啊 開始進來 你看我們要重新回到 或不是他自從一個最小主義出發的 所以一切的倫理道德 義務 權力義務 都還沒有出現 這是他以第一次出現 為什麼有一個權力的東西進來 這權力的原因進來在於說 人為了自保 這件事情 他無可奈何的必須要不斷的去獲得支配他人的那個權力 而且不斷的要擴大 如果這是無可奈何一定要做的話 我們只好說他有權力這麼去做 你不可能去deny他有權力這麼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道德的語言就出現 他是有 有權力是說他有right 這是一個道德性的語言 他並不是一個事實描述的語言 而是說他有這個entitlement 他有這個right去支配越來越多的人 只是為了他自己自保的這件事情這樣 那對霍普斯來說 這個是造成人衝突一個非常非常巨大的一個根源 就是說 大家為了自保 要不斷的去擴張自己的這個支配的這個領域 不斷的增加自己能夠支配別人 然後忌憚任何人可以變得比他更強大 那因為人一定會這樣去做 所以你只好去承認說人有這個right 人有這個entitlement這樣去做 而且每個人也會認為自己有權力這樣去做 你沒有辦法說服他說他沒有權力這樣去做 可是一旦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有權力 去不斷的去擴張自己的 支配他這個權力的這個領域的話 對來說這個衝突就已經進入一個 無可解的一個狀態這樣 那這個是第二個衝突的根源這樣 那第三個衝突的根源其實就是 比較傳統的一個根源就是說 人會不斷的想要獲得他對你的這個讚賞 而且你突然會覺得別人對你的讚賞不夠 因為你對自己看得很高 如果他看你沒有像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得這麼高的話 你就會覺得他瞧不起你 你一定要別人讚賞你 讚賞到你對自己讚賞這麼高一樣的高 不然你就會覺得對方瞧不起你 你就會覺得對方產生敵意 而且你自己的value and owner是什麼 他永遠是來自於你和別人不斷的在比較 他為什麼給他更多的東西 不給我這麼多的東西 他為什麼肯定他多多於肯定我啊 你不斷在比較之中 你會不斷的產生這個 對於這個personal owner的這個 這個競爭的這個肯定這樣 這也是衝突的一個根源這樣 那還有一個衝突的根源是 是他從他一個最小的這個人的這個 人的這個基本情境出發 就是他認為說 我們人的語言能力很有限 傳統文家裡說的 他們可能以為人可以透過語言的討論 就可以獲得穩定的知識 包括人是真摯的動物啊 人應該追究什麼樣子更值得生活 那個穩定的知識啊 可是我剛才已經跟你證明了 人的知識能力可以獲得的知識 確定的知識非常的有限 我們剛才只能夠去證明說 人的腦袋中有思緒的流動 這思緒的流動 並來自於一個物理的 對他的移動 對他的這個影響 其他我們都只有hypothesis 我們沒有任何確定的知識 告訴我們說 這個世界真正長什麼樣子 或是我們道德 真正應該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的語言的根源啊 事實上來自於 每一個人啊 被歪在世界影響的時候啊 他被影響的方式都不同 我可能會覺得那個東西 這個怎麼樣 他可能覺得那個東西不怎麼樣 但其實同樣一件事情啊 他對每個人心中引起的反應都不同 然後我們無法有一個確定的知識的 新的能力去統一我們這個語言 所以他覺得殘忍的事情啊 你覺得那件事情很公正 他覺得很有智慧的事情啊 你覺得那件事情很 很什麼 世界真正是出於恐懼 並不是真正有智慧 那個是懦夫 大家對於什麼是有德性 什麼是值得讚美 竟然有完全相反的看法 而且是對同一件事情 而且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候 也有完全相反的這個看法這樣 所以人們的這個語言啊 他沒有辦法透過 我們想像中的哲學教的討論啊 來去統一 我們對於什麼是好 什麼是壞 什麼是道德上值得追求 什麼是道德上值得譴責的 統一的一套語言 我們做不到 我們無法統一 這也是人類衝突的根源 人類語言本質上是一個無政府狀態 他這時候就是講到巴別塔這個故事 人類語言是一個無政府狀態 我們沒有辦法透過理性本身 去統一我們的語言 你道德 讚賞的事情 他道德譴責 這是一個道德 很強烈的一個道德相對主義 他是更懷疑主義有來的這樣 所以你要怎麼去辯駁他 那對郭布萊來說 人類唯一可以去統一道德語言的方式 就是我們同意在政治領域中 有一個仲裁者 他去決定什麼是good什麼是evil 我們同意讓他決定 如果我們沒有去統一讓一個人做決定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去統一我們的道德語言 我們就會不斷地進入衝突 那這個人決定了什麼是good什麼evil之後 我們就聽他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的說法都是不確定的 沒有一個說法是真正能夠在真理上勝出的 我的說法沒有比你高明 你的說法也沒有比我高明 那今天我們為了要避免混亂 我們就在公共領域裡面 找出一個中立的仲裁者 來去決定什麼是好什麼是壞 我們就全力聽他的就好了 這樣我們的語言就統一了 那我們沒有太多的損失 因為我們其實真正不知道 什麼是真正比較高明的見解 那我們不如讓一個政治領域中文 來去決定 什麼是一個統一的道德語言 這樣我們大家就獲得一個穩定 和平安穩的一個生活 所以人們的基本統一是 我覺得最關鍵大概是第二和第四個 基於安全 你要不斷地去擴張你的支配的地位 而且你也被認為你有權利 有entitlement去支配 再來就是這個語言 道德語言的這個根本的無政府主義 到底是人類語言的一個基本情境 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對霍布斯來講 因為那個人類那個基本衝突的一個情境 霍布斯就會講說 這是他最有名的一個自然狀態的理論 他會講說 如果今天沒有一個共同的力量 可以讓每個人害怕的話 當然也有包括這個共同的力量 可以去決定一個統一的道德語彙 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力量 像政府一樣做他的事情 那事情裡面一定有一個 讓每個人害怕的這個能力 如果沒有一個這樣子的力量的話 因為剛才那些人與人之間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衝突的根源 我們會進入一個人人為戰的一個世界 A war of every man against every man every man 所以爸爸你和你的朋友 你和你的鄰居 你和你的父母親 他是一個人人為戰的一個世界 因為那個衝突是沒有辦法被解決的 衝突是沒有辦法被解決的 不管是你為了生存 為了自保 或是因為到了原本身的這個混亂 那我們就問他說 什麼是一個戰爭狀態 我們並沒有看到大家就互相真的在廝殺 對不對 會不會就是說 我這個戰爭狀態並不是真正實際的戰鬥 而是說在這個情境裡面 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能夠充分的能夠去知道說 你如果為了你的自保 你如果想要去獲得那個東西 你如果為了什麼什麼 你會願意用武力去獲得那些東西 不管是為了自保 或是想要去獲得某件東西 你會願意用武力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我能夠充分的去知道 你會有意志去用武力的話 而且我沒有辦法確定 你是不是不會用武力 這時候我們就屬於一種戰爭狀態 我們今天是在一個和平的一個國家裡面 所以我們大概能夠確保說 他今天如果想要拿我的這個東西 他不會用武力來把他搶走 所以我們不會在一個戰爭狀態裡面 可是今天你如果旅遊 到達一個荒山葉地 沒有一個共同的力量政府可以幫助你 這時候你遇到另外一個旅人 當你沒有辦法確保 他會不會用武力來去奪去你的生命 和你的財產的時候 而且你沒有辦法確定 他是不是會這樣做的時候 你們事實上就是處於戰爭狀態 所以狀態不是真正的廝殺 而是在於說 你能夠知道對方 他真正想要搶走你的東西的時候 他會願意使用武力 不過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在荒野旅遊 他還是有一個不確定性 因為你能不能夠去充分知道 對方有意志想要使用武力這件事情 他實在是或多或少的這個問題對不對 因為荒野中 他可能並不是一個完全的一個自然狀態 你可能會覺得說大家還是會因為 各種各樣文明的習慣啊 或是一個這個 有可能政府會來追查他 大家還是會避免使用武力這樣 可是在一個 真正沒有一個政府統治的一個領域裡面啊 因為人衝突的那些根源 所以你往往會認為說 別人會願意使用武力 來去奪去你的東西 包括你的生命這樣 那在這個情境之下 會不會是有講說啊 如果沒有一個共同政府的力量的話 然後讓大家畏懼的話 我們所有看到這些文明的成果啊 都沒有辦法持續 那我們沒有藝術 沒有書信 沒有社會 然後沒有任何我們可以享受的東西 沒有知識 沒有數學 沒有文化這樣 什麼都沒有了 因為大家就處在一種人為敵的一種狀態這樣 那種狀態他說 人們會在這種持續的恐懼當中 而且你會一直覺得自己可能會暴死街頭這樣 還要認死 你會在一個隨時可能會暴死的一個恐懼的危險當中這樣 那這樣子人的生命 他用五個字來去描述 就是sorry 是孤單的 然後是貧困的 是nasty 是這個卑鄙的 brutish 是野蠻的 然後是短暫的 如果你們有一個共同的政府的力量的話這樣 這就是戰爭狀態這樣 那你看他舉例哪些例子 他當然 他們這些人都會舉例美洲的原住民部落 他們覺得說 如果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有國家的狀態 是一個很大的偏見 不過內戰當然是可以想像的 哪有君主 國家之間也是可以想像 他去舉例一個自然狀態 那我會舉例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大家可以去想 就是我們常常看這個superhero的電影 這些superhero和我們之間 是不是處於一個自然狀態 然後自然狀態是不是戰爭狀態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空同政府 讓這些superhero畏懼而不來侵犯我們 對不對 superhero太強大了 我們沒有一個立委坦在他之上 去讓他恐懼而不來侵犯我們 這個時候我和他之間的關係 就會是霍波斯講的那個關係 我們衝突的根源沒有辦法解決 那我會隨時忌憚他 我會怕暴死街頭 你看superhero 他這個眼鏡拿下來就會出現 紅外線把你燒死 你要怎麼樣 你沒有一個政府去確保他不這樣去做 你這時候不會非常恐懼他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其實我覺得 superhero的電影其實後來都走向這個困境 幾乎每部都是 他們都在處理人類 跟這些superhero之間的衝突 然後對霍波斯來說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所以霍波斯根本不會相信那個X教授 這些有好的Xman和壞的Xman 他事實上就會去跟這個 他應該會去跟萬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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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的 或者是一個自然狀態也好 或是一個人的本性也好 你看對於我們傳統的這個 阿里蘇德來說 人是一個真摯的動物 正如有包括人是一個核群的動物 人喜歡社會聚集 人會自然從家庭變村落變國家 可是對霍波斯來講 沒有沒有沒有 自然本身不會讓你想要聚集在一起 自然本身會讓你們之間互相衝突的 所以古典的看法是錯的 所以你想要透過人的自然的傾向 以為人自然會傾向成為政治動物 以為人會自然的想要橫目的相處 以為人自然的同情心 想要作為政治和正義的基礎 是不可能能夠做到的 不然你可以去想想看 你在家裡為什麼要鎖保險箱 你出門為什麼要去鎖門 都是因為你其實完全不相信你的公民同胞們 而且你也不太信任你的家人才會去鎖保險箱 而且暫時有法律的狀態 所以對霍波斯來講 我們事實上為什麼需要立委談 我們慢慢會講 為什麼會需要社會契約 大家知道社會契約是什麼 為什麼亞歷斯多德沒有社會契約的概念 因為亞歷斯多德不需要一個人為的介入 來去解決自然造成的人的衝突 對亞歷斯多德來說 人變成一個城邦的動物 就是一個自然的發展 就好像毛毛蟲變成蝴蝶一樣 它是一個自然的發展 可是當代開始認為社會契約很重要 是因為自然本身啊 不會讓你自然會想要結成一個政府 自然會想要讓這個最優秀的人來統治 不會 自然是讓每個人都以為自己跟別人一樣的優秀 自然會讓你想要去獲得別人想要獲得的任何的東西 自然會讓你對人產生不信任 自然會讓你因為不信任而會想要去 你無限的去擴張自己的權利 來去為自己的安全而著想 這都是自然造成的 對不對 那人要怎麼樣去克服這個自然造成的一個基本困境 對話來說有可能 那你要利用人的理性和意志 來去克服自然造成的基本困境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現代的典範的一個誕生 就是說人的意志和理性啊 是要來去克服自然的 是要來去征服自然的 自然並不是一個這個 像是說那樣一個非常和睦的一個 讓人順勢發展的一個機制 而是一個我們要去克服的一個對象 克服的一個情境這樣 那這個是一個社會區域論的一個起點這樣 那我們會不會是大概到這裡 我覺得很大演講 我們會不會是在說某些居度 和dır可順打一個控制的對象 因為我會不會是去那一場 我們會不會是去那裡 以後的並且有些交易的 原諒人出來 哪能?. 那麼就一定不靈 會不會是去第三個 那種水 就是那種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